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学习贝耶斯网络和普速贝耶斯 还是来看一下课程大纲 这节课的时候我们学习贝耶斯网络与普速贝耶斯分离 然后会加一点实战的内容 看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我们如何去判定 就是我们人类是如何判定一个人好人还是坏人呢 我们有一些主观的认识是吧 我们说一个人他如果是好人的话 但他趋向于总是做一些好的事情 如果他是一个坏人的话 那他总是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做一些坏事 那我们看一下计算基础是否做了呢 当你无法确定熟悉的一个事物的本质时 你可以依靠与事物特定本质相关的事件 出现的次数来判定其本质属性的概率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总是做好事 那么这个人是好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如果这个人他总是做坏事 那他是坏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我们在上述的这个例子中 我们提到的他总是做好事 还有他总是做坏事 这就是我们基础学习的一些特征 对吧 一些鲜艳特征 根据这些鲜艳特征 然后这些特征发生的概率 我就能给这个人的属性类别 这个叫class做出一个分类 那我们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 支撑某项属性的事件发生的越多 该属性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根据我们的 贝也斯法则去判定的 然后贝也斯法则我们上一节课 是不是已经学习过了 我们上一节课总结的贝也斯法则的精髓 就是这样的 贝也斯法则它是要求的一个厚颜概率 也就是说在知道属性A的条件下 或者知道属性X的条件下 它数的类别是什么样子的 类别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不是就是 咱们这个贝也斯法则的证明 咱上节课是不是也已经给过了 这是贝也斯法则 那这节课为了课程的完整性 我们将还是从头去看一遍 然后快速略用一下 然后再学习我们新的内容 还是了解一下贝也斯 咱们说 上节课咱们说过了 这个老爷他到底是不是贝也斯 还有待争议 因为贝也斯 他是一个就是 算是一个神父吧 一个英国皇家 英国的一个皇家学会的一个神父 然后 在他的贝也斯 就是你看咱们看一下 他的出生出生时间是不是比较早的 然后他应该是1702年左右就出生了 然后活到了175几年左右 然后 然后他的成果发表 他的成果发表之后 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处于沉寂的状态 直到机器学习和魔术识别技术的兴起到19到20世纪左右 他才是渐渐的被人民所熟悉和了解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虽然这个贝也斯他提出来了很著名的理论学说 但他长期处于一个积极无名 少有人 嫌有人关注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的很多资料 他到底为什么能够进入英国皇家学会 到底为什么 他的头像到底什么样 到底长什么样 生族年啊 生日啊 这些都是不得而知的 现如今啊 贝也斯他已经很火了 很多方面 不管是我们在我们的传统的机器学习 还是在深度学习中 贝也斯都占有着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贝也斯法则最初是一种用于概率论基础 概率论基础理论的规纳推理方法 但随后被一些统计学者发展成为一种 系统的统计推断方法 运用到统计决策 统计推断 统计估算等诸多领域 应用领域非常非常的广泛 那我们还是再来回顾一下贝也斯的公式 贝也斯公式就是根据条件概率 这个条件概率 根据先验 然后我们去求后颜的一个概率 假定 某个过程有若干可能的前提条件 这就是A1 A2一直到A1 这就是我们的属性 feature 这是feature 然后 一个feature XI 它表示人们对事先 对前提条件 XI出现的可能性大小的一个估计 这个就是先验 某个是 在某个过程中 我们如果得到了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一个类别 那么在given类别的情况下 XI 它表示 出现结果A的前提条件下 对前提条件 XI出现的可能性大小的估计 这个就是后颜概率 这就是我们的后颜概率 好 这是先验 这是先验 刚才我好像讲了一点问题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feature 这个是class 对应的是我们记忆学习里面的class 而这个 得到的结果 这个 它就是一个feature 然后 这个givenA的条件下 XI发生的概率 它是一个条件概率 在givenA的条件下 XI发生的概率 就像我们上集和学习到的 癌症预测那个事情一样 我们在已知 这个人 有癌症的条件下 他的检测结果是真阳性 还是阴性的概率是可以求得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可以求得的 所以就有了这个贝耶斯公式 这个公式大家一定要熟悉的去记住 这是整个贝耶斯的一个基础 基石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有了这些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上集和已经掌握的 我怕大家有所遗忘 所以带大家再来学习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贝耶斯算法的 它的一个算令 在一个垄断的市场下 就是只有一个企业叫M 然后另外一个企业K 他也考虑进入该市场 同时企业M为阻止企业K 进入该市场采取了相应的投资行为 则K能否进入该市场 完全取决于企业M 为阻止其进入市场所花费的成本的大小 这就是两个企业 介绍一下背景的知识 假设我们这个企业K 就是新进入市场的企业K 并不知道原垄断这M 是属于高阻挠成本类型 还是低阻挠成本类型 这就是我们要分的类别了 我们要对企业M 做一个类别的分类 它是属于高阻挠成本类型 还是属于低阻挠成本类型 但我们能确定的是 这是先验 如果M属于高阻挠成本 则K进入市场 市场时M进行阻挠的概率是20% 如果M属于低阻挠成本企业 K进入市场时 它的阻挠的概率是100% 那么我们现在是K认为 M属于高阻挠成本企业的概率为70% 而在K进入该市场后 M确实进行了商业阻挠 是以企业K的角度 去判断M到底是高阻挠成本类型 还是低阻挠成本类型 以及它是高阻挠成本类型的一个概率 那咱们看一下咱们应该怎么做 找一下咱们已知的一些信息吧 这个20%是我们已知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 这个20%表示的是什么呢 表示的是在Gavin这个企业M它的类别之后 它的类别之后 然后它能够采取垄断 或者是它采取 咱们这要写成L 然后它进行阻挠的一个概率是20% 如果它这个地方C不是等于低阻挠成本 它是等于高阻挠成本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概率将变成100% 这是我们已知的一些信息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显眼知识 就是说 这个企业它到底C是属于高 还是属于低的一个概率 它属于高阻挠成本的概率是70% 然后它属于低阻挠成本 企业的概率是30% 这是我们已知的一些信息 那根据我们已知的信息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计算 它是高阻挠成本类型的一个概率呢 咱们这么做 咱们试着去建模 前进条件是 我们先设M是高阻挠成本类型为X1 低阻挠成本类型为X2 然后我们要对 我们要根据M对K进行阻挠 然后我们就设置成A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所求概率即在已知结果为A的条件下 判断条件为X1的后眼概率 也就是说在Gavin条件 Gavin A的条件下 X1发生了一个概率 然后我们已知 在Gavin X1的条件下 A发生了一个概率就是 在Gavin这个企业M 它是一个高阻挠成本类型 在Gavin它是一个高阻挠成本类型企业的条件下 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应该是 这个地方好有点的问题 没有问题 在Gavin X1 它是一个高阻挠成本类型的企业的条件下 这个企业可以被阻挠的概率是20% 在Gavin这个企业 X2它是一个低阻挠成本企业的条件下 然后它被阻挠的一个概率是100% 并且我们还知道这些先验知识 就是X1为0.7 X2为0.3 那我们应该如何建模呢 根据贝S公式 我们是不是要协助这样的一个概率估计 这个概率估计到底由何而来呢 咱们是不是之前有贝S公式 贝S公式是这样的 在Gavin A的条件下 X1发生的概率 我们是如何计算的呢 我们是不是 先写出条件概率 条件概率就是说 我这样吧 我从图给大家写一遍 在Gavin A的条件下 X1发生的概率 是不是就是 X1 A同时发生的概率 比上A发生的概率 而X1和A同时发生的概率 咱们根据条件概率 它是不是就是 在Gavin S1的条件下 A发生的概率 比方再乘上 X1发生的一个概率 然后后面同样的是 比上A发生的概率 好 这就是贝S公式 然后我们只需要套入贝S公式 公式就可以了 可能很多同学问了 咱们这个A 到底是怎么求的呢 A是怎么求的呢 咱们不妨想一下 这个A 它是不是包含两种情况 也就是说 这个PA 它是包含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这个企业是高阻挠 还是低阻挠 这两种情况 这个企业只有这两种选项 所以这两者之间 是可以画等号的 对吧 它们画到等号之后 那我们不妨把这个等号写开 就是A X1 加上A X2 这是可以成立的 而咱们又知道 对于概率来说 两个概率 A X1和A X2 它们两者是不是 完全是互斥的 对吧 X1和X2 一个企业 它成为X1或成为X2 只能成为两者企业 两者是互斥的 两者是互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写开 那这两个式子 A X1它发生的联合概率 和A X2两者之间 发生的联合概率 这两个式子该如何去写呢 是不是就是P 然后A X1它是一个联合概率 那这个联合概率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写成 条件概率的形式 无非就是套用我们的条件概率公式 好 这样轻易的就把它写开了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的这个式子 在Gaven A的条件下 X1发生的概率 它是不是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写的公式 对分子和分母 分别做了一个替换 首先看分母 分母本来是PA 那PA根据咱们这儿的推导 它是不是就等于 在Gaven X1的条件下 A发生的概率乘以X1 加上在Gaven X2的条件下 A发生的概率乘以X2 所以这个地方就如是写了下来 那这个分子的话 怎么办呢 分子是不是就这儿的这个分子 直接代写下来 直接把这一块内容 给代写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最终的结果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求得 这个概率是0.32% 即根据实际市场的运作情况 企业可以可判定 企业M为高阻挠成本 类型的概率为0.32% 换句话说 企业M更可能属于低阻挠成本 对吧 因为它这个概率是0.32% 那相应的 它的反式角应该是 0.5解 0.68 对 也就是说这个概率就是0.68 这个概率到底如何计算 不妨留给大家 大家自己刻下去算一下 好 那这一块就先暂时讲到这 然后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咱们这里的内容是要讲 贝耶斯网络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帮助大家 回顾上几个知识 也为了巩固大家的知识点 然后我们 我们回顾了一下 关于贝耶斯法则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贝耶斯网络 贝耶斯网络 它又被称为信毒网络 是基于概率推理的图形化网络 它是贝耶斯法则的一个扩展 而贝耶斯公式则是这个概率网络的一个基础 这个地方咱们应该去如何理解呢 咱们看一下 咱们上几个的时候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这是一个事物的一个feature 这是它的一个类别 然后咱们 咱们的贝耶斯的目的 就是要最大化 咱们的这个C R 咱们要求出来 CR是它的类别 然后最大化它的过程中 咱们是不是 整个设计是这样 CR 这个是PCR 这个是PX 那PX 咱们在已经给定feature的条件下 PX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部分就可以去掉 这部分去掉之后 咱们只需要比较 上面的这两部分就可以了 上面的这两部分 咱们知道 这个是先验概率 它是一个定制 而这个是条件概率 这个条件概率是受制于X的影响的 对吧 所以咱们要建模的 就是这个 在GavinCR的条件下 X发生的一个概率 那GavinCR的条件下 X发生的概率 到底如何计算呢 咱们都知道 这个X 它可能不仅仅只有一个属性 肯定有多个属性 而这多个属性 我们到底是如何去建模的呢 贝耶斯他的想法很简单 他认为多个属性是相互独立的 独立的条件概率 他们就可以写成连乘的一个形式 对吧 G等于1到K 然后P XJ CR 这是一个联想的 普速贝耶斯的思想 但是这种思想 并不适用于所有的 分析的条件 也就是说并不适用于 咱们所有的自然情况下的一些问题 特定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 贝耶斯网络和普速贝耶斯的一个不同 贝耶斯网络 它是建立的是 各个属性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网络 通过属性之间的一个关系网络 去刻画我们的这个 在GavinCR的条件下 X发生的概率 而普速贝耶斯 他简单的认为 他们之间都是没有关系的 都是XX掉的 贝耶斯网络 它就适用于表达和分析 不确定性和概率性事件 应用于 有条件 依赖的多重控制因素的 角色过程 可以从不完全 不精确 或不确定的知识 或信息中做出推理 那咱们看到这个依赖 依赖就是说的是 多个属性 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 就像我们对一个人 他做一个预测的时候 我们想看 这个学生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好学生 还是一个坏学生 我们的属性 可能有他的性别 是男是女 真的 然后还有他的年龄 写得不太清楚 年龄 还有他的身高 体重 家庭条件 你说 咱们就单拿着五种属性 去论的话 咱们说这五种属性 它们是完全的相互独立的吗 肯定不是的 就拿我们最简单的 身高和体重去看吧 身高和体重 它们不可能 完全不存在关联 所以它们之间 这些属性之间 都是有依赖的 所以我们有条件的 依赖多重控制因素的 决策过程 这就是贝耶斯网络 所做的事情 而区别于普苏贝耶斯 普苏贝耶斯就认为 这五种属性 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哪怕我们都知道 身高和体重 它们之间 是有千丝万缘的联系的 但是在普苏贝耶斯里面 为了简化问题 也认为两者之间 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贝耶斯网络 它是由 朱迪亚皮尔 然后在1988年提出来的 最初主要用于 处理人工智能的 不确定信息 随后 它逐渐成为 处理不确定信息技术的 一个主流 并在文本分类 字母识别 经济预测 医疗诊断 公益控制等领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目前 贝耶斯网络是不确定性 知识表达和推理领域 最有效的一个理论模型 为什么是不确定性 知识表达和推理领域呢 因为 还拿刚才那个例子 就是各个属性之间 就像一个学生 他的身高年龄 体重 还有他的性别 他的家庭条件 等等各种因素 咱们说 他们之间是完全独立的 在普通贝耶斯里面 在男幼的贝耶斯里面 各个属性是完全独立的 但是 在贝耶斯网络里面 各个属性 这个可能表示的是年龄 这个可能表示的是身高 这个可能是表示的体重 这个表示的是性别 这个表示的是家庭 这个各个属性之间是完全 不是完全独立的 而他们不完全独立 咱们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 到底如何呢 咱们也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根据我们 已经有的一些数据 我们去推乱出 他们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 建了一个全链接网络 大家都知道 全链接网络对吧 全链接网络说的就是 两两之间都有一个依赖关系 就是两两之间都连了一条线 好 你看我这个两两之间都连了线 那他们两两之间的这个依赖关系 这个概率如何计算呢 这就是根据我们数据去计算的 如果说我们已经计算出了 两两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的 概率的大小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导出 各个属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说身高和性别 身高和年龄 或者说身高和体重之间 他们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依赖关系 那这个就是 推理其不确定的依赖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只知道 身高和体重 身高和年龄 它们之间是有依赖关系的 但这个依赖关系如何定量的去刻画 如何运用数值去刻画 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 所以我们就要通过我们已有的这些数据 去做推理 推理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的知识的表达 好 那咱们看一下贝耶斯网络的一个定义 然后 我们用一个符号 然后B 表示一个贝耶斯网络 它有两部分组成 它是一个有向无环图 有向无环图就是DJ 就是有方向 但是没有 但是不勾成环 也就是说 不存在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你看 两样之间 先不退却责任嘛 就是说 像我们去找领导 或者是找政府办事的时候 政府说你去找A部门 A部门说我管不了你 找B部门 B部门说我管不了你找C C又管不了去找D D说我管不了去找A 那这样就麻烦了 是吧 所以我们就不能行中环 所以这要求的是一个有向无环图 它有代表变量的节点 及连接这些节点的有向边构成 其中节点表示随机变量 可以是任何问题的抽象 比如说测试值 观测现象 意见征询 这是节点 就是我们刚才在举一个学生分类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的身高年龄 体重家庭 这些都是这些节点 让节点间的有向边表达的节点之间的互相关系 这刚才我们也提过了 就是之间 它们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所以这个我们就用符号BJ BDJ表示 D就是节点 然后这个 J就是节点之间的一个权重 一个连接的一个关系 一个节点与节点之间的条件概率表 条件概率表大家知道吗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是如何计算的呢 还拿刚才那个例子 刚才我们说身高年龄 身高年龄体重家庭 它们两两之间存在着一个依赖的关系 对吧 那这个依赖关系之间的这个数值是多大的 比如说从A到B 它们之间的一个数值有多大 然后咱们就把它写在这个表格中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 节点与节点之间的一个条件概率表 就这样的一个表格 如果节点之间没有任何负节点 则该节点概率为其先验概率 否则该节点概率 为其在负节点条件概率下的后眼概率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在普通贝耶斯里面 我们假设节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我们就直接建立了PX1 它的一个在或者说在Gain with C的条件下 X1发生的一个概率的公式 但是在贝耶斯网络里面 我们说这个X1它是和其他的一些概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的建模在Gain with C的条件下 X1发生的概率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直接这样去建模了 我们应该怎么去建模呢 我们是不是要写出 然后可能互面会有一个连程的形式 X1就是C的负节点 就像这个地方 负节点和子节点的关系 这个A就是B和C的一个负节点 B和C的概率是受制于A的影响的 就像我们刚才身高年龄体称的例子 那这个年龄它就作为一个负节点 然后它会影响身高和体重 也就是说各个属性之间 它们是存在着一个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的一个关系的 我们给出一个数学定义 Bs网络 然后Bs网络是这样表示的 就是BDP 然后D表示一个有向无关图 然后P它表示的就是概率之间 条件概率分布的一个集合 其中πI是D中节点X 它的一个负节点集合 在一个负色网络中 节点集合X一直到 从X1到X1 则其联合概率分布 PX是此Bs网络中所有条件概率的一个成绩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节点集合是不是就是X 那我们有了这个节点集合 我们想建模的是什么呢 我们想建模的是 就是整个的一个属性 咱们为什么建模这个属性呢 这是根据我们 我们那个要求来的 对吧 我们有了贝耶斯之后 根据我们贝耶斯公式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求的是 在Gaming A的条件下 P A发生那个概率 然后分母的地方咱们就不管了 还是写上吧 写上了 然后 咱们知道这个是先验概率 这个很容易求 然后咱们主要要求解的是这一块内容 咱们主要的目的是求解这一部分内容 为了求解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是不是要建模 就是要对这个P PX进行建模对吧 那PX建模在普通贝耶斯里面 我们直接有建模了 但是在哪一部分 在贝耶斯网络里面 各个属性X1 X2 它们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有向无环图 或者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X1和X2 它们各个属性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依赖关系 这是X1 这是X2 这是X3 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给定了这个P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利用什么去建模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X2这个属性和它的负节点 它的负节点可能是X1 这样的一个关系去给它建模 这个关系这样写出来就是X2发生的概率X1 换言之 如果说这个网络里面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它里面存在着三条边的话 那我们想建模我们的这个 在Gavin A的条件下 X发生的概率 我们怎么建模呢 我们是不是就建模 在Gavin A的条件下 X发生的概率 然后它其实就等于 我们已知的各个相关的概率的一个成绩 2等于1 然后 为了不使大家不至于混淆 我们再加一个点 好 变成这样的 那你看 咱们看一下这个 网络里面 它到底有几条边 是不是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那么 在这个地方 书写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I等于一开始 一直要到五 才能结束 因为我们要对五条边 它们的成绩 分别做一个刻画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对这五条边 分别做一个刻画 那这个地方就是 XR 然后PiR 就是每一个节点 都要去找其负节点 对吧 那咱们看一下 咱们这个P集合里面 是什么东西呢 P集合里面 是不是就应该包括 这五条边 对吧 那这五条边的话 第一条 那是不是就是 在GainWin X1的条件下 X2发生的概率 比如说我们这标号 1的一个 然后标号为2的时候 就是在GainWin X2的条件下 X3发生的一个概率 那3的话 就是在GainWin X1的条件下 然后X3发生的概率 然后4的话 就是GainWin X1的条件下 X4发生的概率 5的话 就是在GainWin X3的条件下 X4发生的概率 好 那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建模出来的 我们的这个概率 就是条件概率 也就是我们这个 所表达的意思 记住啊 这个N不再是节点的数量了 而且 而这个N表示的就是 我们这里面 相互依赖的一个条件的一个 相互依赖的这么一个条件的一个概率 这个这是一个负业搜网络 他们就是 这是一个负节点 然后B和C都是子节点 咱们可以把负节点这个A 想象年龄 虽然我们在预测一个学生 是不是好学生的时候 又写错了 预测是不是好学生的时候 我们要把年龄 我们要把体重 我们要把身高等等因素 都考虑进来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因素 这些属性之间 它们是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 所以我们如果只考虑这三个属性的话 我们就可以建模出来这样的一种依赖 对吧 这个是最简单的 包含三个节点的BS网络 其中 然后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属性A 是节点是节点A的一个概率 分布先验概率 然后在Gainvin Pi1的条件下 X1发生的概率 与在Gainvin Pi1的条件下 X2发生的概率 为节点B和C的一个条件概率 这是一个后验的概率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概率啊 去比普通Bs 普通Bs里面就直接写上 Pi1 然后PiX1 PiXR 三者相乘 但是在BS网络里面 我们就不能这样写了 因为我们知道 X1 X2 它们是受制于Pi1这个属性的 咱们看一下BS网络的特性 BS网络本身是一种 不确定性因果关系 因果关联模型 大家都能理解了吗 不确定性 因此就是说 这些属性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 我们是不确定的 这些我们应该用数据去推导 然后它那个因果关联模型 它将多元知识图解 可视化 确切的 贴切的蕴含了 网络节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即条件相关关系 BS网络具有强大的不确定性问题的处理能力 它用条件概率表达各个信息要素之间的一个相关关系 能在有限的不完整的不确定的信息条件下进行知识学习和推理 什么叫有限的不完全的不确定的信息条件下 咱们都知道我们有数据集了 我们的数据集 数据集date 然后date它只是一部分 它完全没有办法把咱们整个知识域给穷举下来 所以我们这个信息是有限的 然后是不完整的 是不确定的 也就是说这个信息有可能也是有错的 然后在这个信息的条件下 我们要对它进行知识的学习和推理 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什么样的例子呢 就是说疾病预测为例吧 我觉得咱们同学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是对疾病预测感兴趣的 咱们就拿疾病预测为例 说这么样的一个场景 这么样的场景是认知康复 或者说叫认知评估 在做疾病的分析和认知评估的时候 我们主要用的是量表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量表 什么ADL量表 什么MOCA量表 ADL就是Activity of Daily Life 然后MOCA量表 还有什么心理量表 还有什么睡眠量表 叫什么卢森宝睡眠质量量表 这些量表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量表 我们对这些量表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拿了1000个老人 我们让他们做了这所有的量表 然后做了量表之后 我们对他做了一个疾病的一个评估 我们就看这个老人有什么病 就是身体呢 有哪一方面不太合适 不太好 然后你看 有了这些量表 有了这些疾病的评估的结果 我们怎么做呢 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 我们就可以通过阶级学习的方法 建模出来量表的评分 与疾病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 那么以后的话 我们只需要让老人做量表了 我们就不需要医生去帮助和参与了 然后我们就能够建模出来疾病 和量表之间的一个概率模型 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只有1000例的数据 而我们的经理图谱 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可能是我们这些量表 我们这些1000个人 没有办法穷举所有的病症 就像我们都知道 小的多动症还有分为好多类型的 有什么株力缺陷主导型的 有什么运动缺陷主导型的 或者我们脑粗中 还有各种各样的诱因的 对吧 他们都是属于认知受损 认知伤害的范畴 所以这1000例数据 对于我们想建立一个完美的模型 是永远不够的 也就是说此时我们的数据 是有限的 是不完整的 也有可能医生的评定是错的 所以是不确定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如果想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起了这么样的一个屋顶 当一个人的病重来了之后 然后通过屋顶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得了什么样的 哪一方面不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结果给预测出来了 那 那我们现在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屋顶啊 我们没有办法建好 因为我们的数据不够 好 好 香皮 因为我们的数 重新画一下 我是想给大家画出来一个屋顶 好 这是一个屋顶啊 然后我 但是我们的数据不够 数据不够说 这要缺一块 这要有缺一块 这要还缺的一块 那中间缺的这些部分该怎么做呢 中间缺的这些部分啊 我们就通过 想通过建模和推导的过程 也就是说通过BS推断的过程 去把这些给补上 女娲补天 咱们用其他的颜色补 去把这一块给补上 好 这就是我们BS推断的一个目的哈 进行知识的学习和推理 然后 有了 有了部分的数据 有了一些不完美的数据 我们想通过这些不完美的数据 把这些 整个的屋顶都给补上 然后 从形成一个完美的数据机 这就是我们BS推理所要做的事情 BS网络能够有效的进行 多元信息的表达和融合 可将诊断故障 与 与 与维修决策相关的各种信息 纳入到网络结构中 并按节点的方式 统一进行处理和信息的融合 我接着往下看哈 但是BS网络 它还有一些缺陷的 它的主要缺陷哈 我觉得总言这一句话 就是太过复杂 哪一五BS是BS里面 哪一五就是朴素BS 哪一五BS是BS里面最简单 最明了的 它的问题显要意见 那咱们的BS网络 它的问题也是显要意见的 就是太过复杂 咱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完全建模 研究如何根据数据和专家知识 高效准确地建立 BS网络是十多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之一 也是BS网络更加广泛 有效地应用到实际问题领域的关键和焦点之一 你看 就是数据 根据数据和专家知识 它也可以融入一些专家知识 专家知识就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鲜艳呗 鲜艳 比如说我们的PA 它的概率到底是怎么样 或者说上级以后我们那个癌症预测 它得Cancel的概率到底是怎么样 这就是鲜艳知识 这是一个研究的热点之一 但是啊 就是目前对于这类学习主要有基于打分搜索的学习方法 和基于依赖分析的学习方法 但前者存在搜索空间的可能收敛于局部最优等问题 后者则存在节点之间独立性或条件独立性判断困难 高阶条件独立性检验结果不够可靠的问题 什么呢 就是打分搜索 为什么有这种基于依赖的分析方法 为什么有这两种方法呢 咱们看一下 我们的那一位的贝耶斯 身高年龄 体重 我们这些属性我们都写写在这儿了 如果不告诉你年龄和身高年龄和体重之间他们有依赖 让你自己去建模 通过数据的分析的方法去把他们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去找出来 那我们该怎么找呢 我们首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打分搜索的方法 然后在我们整个区域上进行搜索 然后确定出他们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 但这种问题啊 它有可能收敛于局部最优解 然后而且搜索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搜索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不利于我们的搜索 而基于依赖的分析方法呢 它的问题就主要在于 就是基于依赖的分析方法 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 我们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想通过这个依赖关系 想通过这个依赖关系 然后求助他们之间的一个概率 但是它也有些问题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独立性和条件独立性判断非常非常的费难 然后我们的高阶独立性结果也是不够可靠的 不好意思刚才有点事情打断了 然后我们继续回来继续上课 然后我们刚才讲到了贝耶斯网络的一个缺陷的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 真的这个确定缺陷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去更正或者是改进 然后就提出来了 贝耶斯网络与马尔可夫练的一个结合 然后叫马尔可夫蒙特卡洛方法 是源于统计物理学与生物学的 一类重要的随机抽象方法 然后该方法广而易用的继续学习统计和决策分布等领域 的高尾问题的 推理和球机问题 抽象方法 这些 不知道大家以前了解了没有 然后 就这个抽象方法 MHS抽象方法作为 就是马尔可夫蒙特卡洛方法中常用的抽象方法 通过构建一条马尔可夫链 模拟一个收敛于暴资慢机分布的一个系统 将MHS抽象方法引入到贝耶斯网络 它就能够叫好的去解决进化学习中 进化学习方法中 由于个体趋同而产生的造成问题 保证算法的学习精度 这是那个 将MHS 就是马尔可夫蒙特卡洛抽象方法 然后 它引入到 我们的贝耶斯网络中 然后 去改进我们的贝耶斯网络 它的一个建模 还有它的一个 一个数据分布之间 依赖的一个构建的一个问题 此外 针对其计算精度低 然后收敛速度慢的不足 随机模拟的 MHS就是马尔可夫 就是马尔可夫方法 马尔可夫然后方法也 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不过该算法存在收敛速度慢 和收敛性判断困难等问题 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 如何更有效的 将我们的 马尔可夫蒙特卡洛方法 应用到贝耶斯网络的结构 学习推理过程中 成为 也成为了一个 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 你就说 我们这个啊 其实是有很多改进的 只是说 我们现在改进做的 还是都不够好 呃 就是 不尽如人意吧 那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就是 这是我们对贝耶斯网络的一个介绍 我们贝耶斯网络的介绍 这一部分 主要从哪几方面 就是我们首先 给出来的贝耶斯网络的 它的一个 嗯 定义 什么样的是贝耶斯网络 贝耶斯网络 贝耶斯网络 顾名思义 那贝耶斯网络就是一个网络结构 各个属性之间 它们存在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 我们该怎么去建模呢 这就是贝耶斯网络回答的问题 贝耶斯网络去建模 它们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然后我们举两种常见的例子 就是一个打分搜索的方法 一个是基于依赖分析的方法 这些方法的具体细节问题 我不做罪数 因为讲一句来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这个地方直接把同学们打晕了 然后对同学们后期学习也不利 然后 嗯 刚才觉得那两种方法 它们都有一些问题 然后 因而就是提出来的马尔克普摩德卡洛方法 将MHS这种思想去融合在贝耶斯网络中 所以给出来的定义 给出来的求解方法 然后 这个地方还给出了改进 这就是我们贝耶斯网络这一块 所讨论的问题 那有了贝耶斯网络之后 我们再从贝耶斯网络的角度 去学习一下我们的普苏贝耶斯 毕竟普苏贝耶斯就是 还是我们最常用的那种方法 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我们去跟别人聊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也是讨论 嗯 普苏贝耶斯 因为掌握到普苏贝耶斯之后 这是一块基石 然后 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更好的进入到贝耶斯 这个领域 这个方法的研究领域 我们看一下 贝耶斯网络与普苏贝耶斯的一个关系 我们有贝耶斯法则 贝耶斯法则它是有一定的数学基础的 比如说我们的概率 条件概率啊 然后联合分布啊 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基础 然后全概率公式啊 什么全概率公式 然后条件分布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数学基础 那我们这里面有很大部分 就是贝耶斯网络 然后贝耶斯网络 它基本上还都是一个模型 就是也比较困难吧 建模起来也比较比较难 也很少有就是相关的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法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还仅仅就是 还是一个模型 然后普苏贝耶斯是贝耶斯网络的一部分 然后像什么半普苏贝耶斯啊 它们都是哈 然后还有贝耶斯里面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像我们上一课学习过的哈 基于什么高次分布的方法 基于伯努力分布的方法呀 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贝耶斯网络的角度看一下 普苏贝耶斯 贝耶斯分配器是用于分类的贝耶斯网络 该网络中通常包含类别节点C 其取代来自于我们的一个类别集合 就像那个癌症预测里面 这个C就是Kanser和非Kanser两种类别 它还包含一组节点 这个就是属性 它的检验结果 化验结果到底是真阳性还是假阳性 表示用于进行分类的特征属性 对于贝耶斯网络分类器 若某一带分类的样本D 其分类特征指为 这是特征指 则样本D属于类别C的概率 应该满足这个式子 那这个 后面到底是为什么呢 后面这个地方 你看是个Max 是一个花括号 里面是所有的这些C1 C2 一直到CM 我们就要穷举这M个不同的类别 然后看一下 到底哪一个计算出来的这个概率更大 所以我们就把它取为是哪一种 由BS公式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这是我们BS公式回答的问题 其中这个是由领域专家的经验获得 也就是说我们的先验 然后 这个的计算比较困难 这也是不同的BS分类器 所共同回答的问题 这一块是不用计算的 虽然它的计算比较困难 这一块怎么计算呢 这块的计算就是 是不是利用到我们的全概率公式 那这个地方的计算也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这个地方是确实需要计算的 不同的BS分类器 BS网络 普通BS 半普通BS 它们的不同仅仅在这一个 这一部分的建模上 然后BS分类器的进一步简化 然后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呢 这就是我们普通BS的引入 然后 BS 网络分类器我们是通过结构学习 或者是CPT CPT就是那个概率分布的那个表格 咱们之前学的那个ABC 然后这是ABC 计算出它们两者的一个关系 我找一下往前 好就是这个 CPT 叫Conditional Probability Table 这个就是条件概率表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地方 我们BS网络学习它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结构的 就要进行结构学习 然后还有CPT学习 也就是说我们要推断出来 这些不同的节点它们之间的一个依赖的关系 然后第二步就是BS网络分类器的推理 计算节点之间的条件概率 对数据进行一个分类 首先就是确定网络结构 到底 就拿身高年龄 和体重为例 那它们三者到底之间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网络结构的关系 到底是谁依赖于谁 这是通过我们结构的学习去获得的 然后有了结构的学习 我们还要计算出来它们之间的一个概率 条件的一个概率 我们知道身高和年龄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那它们之间的依赖性到底有多大呢 就是这一部分进行推理学习的时候 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复杂度 均取决于特征之间的一个依赖的一个程度 那根据对特征之间不同关系依赖程度的假设 可以得出各种BS分裂器 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四种 研究比较深入的BS分裂器 它有 有这四种分别是第一种就是男右BS 男右BS就简单粗暴 假设两两之间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依赖 插插掉 然后直接利用条件独立性去建模 然后还有基于数的 基于数增强的一个BS分裂器 基于数的就是说 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这样的关系 它们之间存在的是这样的关系 就像我们的一个树一样 就这样下来的一个关系 而不会再存在就是更加复杂的关系 就比如说 嗯 这个地方三个节点 不会存在这样的关系 三个节点 ABC 然后中间又这样 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就简化了我们问题的球解 还基于 变因增强的一个 哪有的一个BS 还有基于全局BS 全局BS 就是最复杂的一种结构 这是不同的一个BS分裂器 然后其中普速BS算法 是BS分裂器中研究较多 使用最广的一种 在许多场合 普速BS分裂算法 可以觉得如何是用网络算法 它取得一个相批免的效果 嗯 虽然普速BS 它的假设 非常非常的弱 就是说 我们完全 看来是不合理的哈 就是比如身高年龄体重 我们就说三者之间是完全独立的 没有关系的 但是 它往往又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上几个书不也讨论过了 我们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共同决定了 它最终 一个比较优原的效果 之间的一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就是 自然界中 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 比错综复杂 此消彼长 所以说 所以说 如果我们 如果说 身高年龄体重之间 它们 存 既存在着 就像身高和年龄 既存在一个年龄到身高一个影响 也存在着身高到年龄的一个影响 而且还存在着 可能是其他因素 又会制约身高和年龄 这些因素 就是 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 夫妇得正嘛 然后就没有结果了 就像 我们 自然界中 我们把所有的光 赤城黄绿青男子 各种颜色的光 混合在一起 那就是 可见的白光了 对吧 所以 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 反而就是变得最简单了 所以 这也是贝耶斯网络的一个 一个依据吧 就是 为什么就是普苏贝耶斯 他往往能够 反倒能够取得一些 一些比较优良的效果 这是其中的一个解释 然后第二个解释就是 就是 第二个解释 刚才那个解释就是说 各种因素相互制约 此消彼长 这是我们上一课所提到的 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 为什么贝耶斯他能够 普苏贝耶斯能够取得 比较好的效果 是因为 就是 往往 往往我们在做 推断的时候 我们在做 给定一个样本 它到底属于哪个类别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要 算出来 确切的 它属于它的概率是多大 我们只需要排个序 我们只需要证明 在根维癌的条件下 C1发生的概率 是要大于 P C2发生的条件下 P 跟L 条件下 C2发生的概率的 我们并不需要去 确切的计算出 它们之间的一个数值 所以 这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有时候 并不需要一个精确的推理 我们只需要一个 模糊的推理就可以了 而这个普斯维也斯 它就是一个比较糊度 比较模糊的方法 这些上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也给大家解释过 这个原因了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就是 所以说 别看普斯维也斯 简单 但是不要看不起它 它往往能够取得一些 比较非常非常优良的效果 普斯维也斯 分类算法的基础 就是假定 指定类别中 各个属性的取值相互独立的 既在给定目标值的情况下 观点到联合的一个概率分布 正好是对每个单独属性的 一个概率的成绩 这个 这不是联合分布吗 然后这个地方 写错了 是这样 π不是那个sigma 那我们在给定 givin x等于小x的条件下 它的一个类别的话 那我们就 我们这是 Bs分类器 然后它的一个建模的一个结果 那 因为我们 Bs分类器中 最重要的就是 回答这一部分内容 而这一部分内容 它是不是根据 普斯维也斯的一个简化模型 就是这样的对吧 那 所以说 考虑到 在givin x等于 givin大x等于小x的条件下 是一个 取大的过程 所以 我们只是一个取大小的过程 我们的数值并不重要 所以后面的这一部分 刚才我讲过它 我们刚才说挑战的时候 我们说 挑战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这一块是根据专家知识鲜艳获得的 但是 对于 对于什么的计算比较复杂呢 对于这两部分的计算 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这两部分的计算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说 我们刚才告诉大家 说这个不用管 这个 节目确实复杂 然后 所以 咱们因为它们是比较大小的关系 而对于 所有的小x来说 我们的这个概率 都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那它既然是完全一样的 那它对于结果 就不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系数 所以原来的这个公式 原来的这么一个公式 我们就化解成了这样的形式 化解成这样的形式之后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 菩萨贝耶斯公式的一个简化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看一下 菩萨贝耶斯 它的一个研究现状 然后菩萨贝耶斯 它是有分裂器 它是由Duda和Hot 在1937年提出来的 它是一个简单的有效的 并且在实际应用中 应用的比较成功的分裂器 现在 它被广泛应用到数据挖掘 模式识别 故障诊诊诊等 众多领域 菩萨贝耶斯算法有很多优点 就是一个是应用范围 广泛 广泛填在哪里 就是数据量 它不要求太大 不像我们的深度学习 要求那么大的数据量 第二个就是 专家知识 专家知识 可以融入专家知识 专家知识这很重要啊 然后它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 它可以很好的扩展到超大规模问题 并且不需要通过搜索 来寻找最大后颜概率 的菩萨贝耶斯假设 这因为它做的条件独立性的假设 然后第三个是它可以轻松的应付 有造成的训练数据 并在适当的时候给出一个概率的预测 普苏贝耶斯分类器 假设一个指定类别中 各属性的取值相互独立的 这一假设可以帮助有效的减少 勾造贝耶斯分类器时 所需要进行的一个计算量 不过在实际的应用领域中 各个属性相互独立的假设 很难成立 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贝耶斯分类器的一个分类型能力 当前半普苏贝耶斯分类器 相关属性删除概率值条件 这些普苏贝耶斯数 以及懒惰贝耶斯的规则方法 都对普苏贝耶斯分类器 进行了一个推广的改进 并在不同程度上 取得了一些比较显著的成果 改进 这些都是改进的方法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 及其在军事领域 广泛应用的条件下 防空作战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 也给现代防空作战中的空中 空情探测带来一定的挑战 由于受到了自身性能 电子干扰等因素影响 不同的空情雷达 对同一空中目标的检测 和准确 准确度不同 从而影响了防空侦察预警的 一个信息的准确性 应用贝耶斯网络算法 探讨计算不同雷达在探测 统一目标的可信度 通过数据融合推断出 空中目标的类型是贝耶斯 网络算法在系统和可靠领域的 一个重要的应用 那咱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贝耶斯方法在这个 控制中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咱们首先给出来了一个 那个一个数据 然后说假设两个空情雷达探测 同一目标 目标可能的类型 分别是四种类型对吧 因为我们就是通过雷达嘛 这个问题的情境就是通过雷达 雷达发射超中波 然后去探测 我们的空情 然后我们的空情有四种 分别是ABCD这四种 在10颗T1号空情雷达 它报告的条件概率表如下 就是说 它报告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ABCD 但它实际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是不是说如果这个它报告出来 是A的条件下 Gavin它是A的条件下 它实际的类别就是 或者0.8的可能性就是真的 然后0.2的可能性 它并不是真的对吧 然后还有其他的 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我们的实际的一个概率表格 然后 然后 根据战舰分析 假定全人员预测战场中 在某个作战阶段 各种空袭兵器运用的一个概率 是这样的 4种兵器用的 4种兵器用的概率分别是这样的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条件概率 对吧 就是这个里面的条件概率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预测出来的结果 好 这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预测出来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实际预测出来 我们实际预测出来 一个结果是这样的 就是0.26就是有0.26的可能性 有0.26的可能性就是它是大型战机 有0.38的可能性是小型的这个 有0.16的可能性是小型战机 有0.21的可能性是巡航导弹 然后根据BS公式 则1号空间雷达报告目标类型 为A的条件下 实际目标类型为ABC的概率 然后分别是什么样子呢 分别怎么 该怎么计算呢 那是不是利用BS公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写成这种这种形式 而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 那这些这些 这些作为一个前提的条件 咱们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对吧 PA是根据专家预测出来的 这个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报告系统 空情系统的有可靠性得到的 而这个PRA它这个概率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地方算出来的 根据这个地方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最终算出来的就是在根据 然后我们的这个 根据我们的这个1号空间雷达 它报告出来它是A的一个条件下 让它实际是A的概率就是0.46 然后同样的在空间雷达报告出来 它是A的条件下 它实际是B的概率是0.38 透明也是同样的推理 然后它这个就表示 目标类型为A的条件下 实际目标为A的一个概率 这就是我们如果用在空间雷达 推测中来的它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计算出1号空间雷达 报告类型为BCD的一个条件下 实际目标类型它的一个条件概率 这是我们实际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的报告对吧 那这个地方这一行的概率 是不是就等于刚才 我们通过这个式子算出来的 0.46 0.38 0.096 0.048 那后面写出来就是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分别算出来 在报告是B的条件下 它实际是A的一个概率 以及它在报告 这个空间雷达报告是B的条件下 它实际的一个概率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融合进来了 我们的这个空间雷达系统的可靠性 以及专家的知识 然后共同去把我们实际的就是 这个情况做了一个做了一个改进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可能同学有问了 你这个表格和后面那个表格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两个表格的不一样就在于 我们融合进了专家知识 什么的专家知识呢 就是这个专家知识 上面的这个表格就是 在不论实际情况 就是不考虑实际情况 不考虑各个事件发生的条件的情况下 这个系统它本身的一个性能如何 而咱们有个专家知识 专家知识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作战时 然后敌军它派出的武器 它是有概率的 我们把这个概率融合进来 然后融合进来 然后帮助我们去改善 然后我们实际的这么一个预测表格 这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讨论就是它所做的工作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BS算法 在信息检索中的应用 BS网络检索模型 可以计算数语数语 就是信息检索领域吧 然后要涉及到数语数语这些概念 数语数语数语文档之间的一个概率 下面给出了一种 BS网络检索模型 利用同一次对查询数语进行扩展 用于信息检索领域 那咱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KOTR 还有D都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D代表就是文档 假设有文档集合 D 小D 表示为D1D2一直到DN 表示我们现在是有N个文档的 这些文档的索颖数语集合R 表示为 从R1到RN 也就是这个地方 索颖集合 这不是文档D吗 对于文档D 我们要建立它的索颖 因为一个文档里面文字太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穷举 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些索颖集合 用这些索颖集合 去代表我们这个文档 这个图基为 贝耶斯网络扩展模型的拓扑结构 其中R 它被 其中咱们的Q 就定义为查询的数语节点 DK定义为文档节点 就是我们到底是哪个节点 然后R定义为索颖数语节点 这个地方 从R 咱们有一条指向于 它索颖的文档之间的弧 也就代表 比如说我们有几篇文档吧 然后一篇是关于国际 美国战争的 那这个地方 美国 这个词代表美国 这个词代表战争 那它们自然而然到这 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对吧 因为这个词是要索颖到这个文档的 那还有一层叫T T它指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有定义的 我们在索颖数语层 T 查找 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 我们是完全 这个T是完全复制的 这个R 两个数语层 来挖掘文档 索颖数语之间的关系 完全复制 初始数语节点 层R 就是这个T是完全复制的 这个R的 然后得到另一个 属于节点层T 对于查清 数语Q 在索颖数语层T 就是索颖数语层T 查找它的同义词T G 然后则从Q到TG 咱们是有一条弧 然后从TG 咱们指向2G 它也有一条弧 它指的就是 如果说这个TG 是属于R R的一个集合 属于这个集合的 那我们就连它的一个边 RG 它其中总是有从 TG 指向 咱们的这个RG的这个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是不是总有一条弧啊 对吧 这地方这五个 都是有弧的 咱们的这个 大家可能问了 这个 这个到底表着什么意思呢 就是RG 它指的是 在一定的衡量方法下 与RG 最相关的数语集合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两层 两个数语层的一个 挖掘文档的这么一个 TOP结构图 这个图的结构 就是本来哈 我们从我们的关键词出发 我们要从关键词 然后匹配这个关键字 对吧 匹配完了关键字之后 也就是说匹配完了数语之后 数语去匹配文档 两层 三层的结构 就完全可以实现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四层呢 因为我们发现哈 就是一个词 比如说咱们的一个词 像 像农村和乡村和城镇 这些词 它们都是有一个一定的关联的 就比如说农村 乡村城市城镇北京 这几个词之间 那肯定农村和乡村 它虽然不一样 但是农村和乡村的距离 肯定要大于 肯定要小于农村和北京的距离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两层 所以层它建立的必要 这个也是信息检索里面 它常用的一个 检索的一个TOP结构 就是这样子 是通过信息检索领域 它检索是怎么弄的呢 通过关键词 然后找术语 通过术语找匹配的文档 那确定了 贝叶斯网络模型之后 通过计算 所以属于术语之间 所以属于文档之间的概率 与文档 与文档节点的后院概率 就能够获得全部文档节点的概率 并根据概率的大小排序 获得与查询节点最匹配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咱们是通过 三层的一个结构 然后逐步的去匹配的 那我们刚才不是介绍了一个四层的这种结构吗 对吧 这是一个四层的结构 四层的结构 然后四层结构需要计算 所影术语与数语 所影术语文档之间的条件概率 与文档节点之间的后院概率 就是这个四层的结构 它是通过计算咱们的这个 所影术语与数语 这个Q就叫所影术语 所影术语与数语 这个术语与这个术语 这个术语与咱们的文档 制定的一个匹配的后院概率 然后从而根据我们的查询 这个Q获得到底是哪一个文档 那咱们选择一种更为简单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把本来两层的一个术语的结构 对吧 咱们把两层的结构换成了这一种 换成了只有一层的这样一个术语结构 咱们考虑一种更加简单的情况 既在查询节点和文档节点以外 只有一层术语节点的 简单被S网络结构模型 就跟这个一样 从Q开始 然后找T1、T2、T3、T4、T5、T6 然后这些是术语 根据术语去查找 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文档 假设查询节点为Q 术语节点集合为T 这是术语节点为T 你看这个地方是6 代表跟我们这个结构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有6个文档的 然后文档节点集合为D 然后有三个文档对吧 第1、第2、第3 然后根据图中 弧线所对应的关系 计算查询节点 Q更接近于文档节点的 集合中的哪一个 你看这些对应关系 对应关系 就是我们的查询节点 是与这四个术语相联系的 而这四个术语 比如说这个美国吧 这个词代表美国 那它相关的就是什么 比如说它跟美国网市 这个文档相关联 而这些文档 它可能是社会主义 什么什么什么 共产主义那些介绍的文档 这个美国这个词 就与他们没有关系了 所以他们之间 没有一个连线 对吧 同学 大家也可以看 很清楚的看得到 那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要求 我们要求查询节点 更接近于哪一个文档节点 即分别是求 在GavinQ的条件下 然后D G哪一个更大 选择其中概率值 最大的文档节点为所求 也就是说 我们要比较的是 在GavinQ的条件下 这三者哪一个更大 对吧 然后我们根据普苏贝耶斯 咱这里用普苏贝耶斯算法 根据普苏贝耶斯算法的原则 所有数语节点 它是相互独立的 对吧 咱们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 咱们这些数语节点 它都是完全独立的 六个节点是完全独立的 由途中可知 除去查新节点层 所有数语节点 却为根节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们完全独立 不存在一个前向的依赖 就像我们 刚才举的例子 就是那个年龄 身高体重 一个小孩 年龄身高体重 那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贝耶斯网络里面 年龄是作为一个负节点 存在的 对吧 然后 它是身高和体重的 一个负节点 但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所有的数据节点 它都是根节点 因为它是普苏贝耶斯网络 所以定义每一个数语 然后 TI相关的一个先验概率 也就是说 它出现的一个先验概率 也就是说 是m分之一 m表示的就是 我们整个数语 到底有多少个数语节点 有m个数语节点 则不相关的概率 就是说 就是这样的 则不相关的一个先验概率 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不是这个数语节点 对吧 如果是这个数语节点 那这个先验概率 就是六分之一 不是它的话 总共六个点 不是它的话 那肯定就六分之五了 对吧 其中m 它就是集合中的 数语的数目 在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立体中 它是六 对吧 一般情况下 任意跟数语节点 相关的先验概率 很小 且与所有数语节点 集合的一个规模 呈反比 对于文档节点 可知 任意文档节点 dj 它的负节点 集合 由该文档的 所有数语节点 构成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文档 dj 它有一个负节点 它的负节点 是什么呢 就是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定义 其中 你看 这个 它是不是就是 数语的一个集合 对吧 其中每一个数语 它都是属于 我们那个数语集合的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 我们就不妨看一下 这个是 我们就不妨看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我们的第一 这个节点而已 根据咱们前面的这个 呃 根据咱们前面的知识啊 咱们有这个图 对吧 所以你看 第一 这个文档 它的负节点 是哪些呢 是不是就是 t1 t3 t4 对吧 所以 这个集合里面 就有t1 t3 以及t4 也就是说 它这个里面 是有两重的约束的 首先 第一重约束 就是说 咱们这个t啊 它们得属于 我们这个数语节点集合 并且 它这个t啊 还得与 我们的这个定义的 呃 dj是相关的 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它们之间是有一个连线的 对吧 所以 我们 令 令dj 它的一个负节点 为 dj中每个数语变量的一个取值 相关后不相关后的一个组合 利用一般正则模型的概率函数 咱们就定义文档 dj相关的一个条件概率分布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在 givin givin 它的一个 呃 负节点 就是在givin dj的 它的一个负节点之后 它这个dj 它的一个概率 是什么样子的呢 dj的概率 它就是 这个样子 这个式子 其中我们的 wrg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wrg 它定义的就是 呃 文档 一个文档 dj 它是属于d的 所以应数语 它是一个权重 它是文档 dj是属于d的 所以应数语 t i 属于dj的一个权重 好 那有了这个权重之后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也给出了定义 然后其中啊 这个权重 它肯定是要大约等于0的 对吧 并且它们这个累加核 要小于等于1的 因为 这个不是一个权重 如果它是一个权重的话 就是等于1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权重 所以它们的集合 是要小于等于1的 这意味着 dj它的负节点中 相关数语越多 也就是说 它相关的数语越多 然后dj的相关概率值就越大 关于权重 wrg的计算 咱们就不做介绍了 因为这不是咱们 贝耶斯模型 所要讨论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给出了 这样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代表什么意思呢 咱们不是有六个术语吗 咱们有三个文档 对吧 六个术语 三个文档 然后咱们就建立了 六个术语 与三个文档 它们之间的一个 权重的一个大小 就是这个表格所表示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呢 对吗 我们是要在 gainwin q的条件下 我们要计算 咱们到底属于哪个文档 然后根据贝耶斯公式 咱们知道 根据贝耶斯公式 咱们知道什么呢 咱们知道 在gainwin q的条件下 dj 它发生的一个概率 到底为多大 咱们可以怎么计算呢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写成 写成什么呢 写成 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全概率的公式的形式 对吧 咱们利用全概率公式的形式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并不知道它有几个 我们并不知道 它有几个 那个关键的 相关的术语 对吧 我们就可以把它 枚写出来 对吧 那这样加起来 根据全概率公式是相同的 对吧 而后面的这一部分 咱们是不是可以 根据条件概率展开 根据条件概率展开之后 是不是就是 这儿的这种形式 所以 而根据咱们之前 就咱们上一页斯莱斯 中介绍的内容 咱们知道 这个其实是不是 就是WRJ 它表示的就是 文档DJ 它的所引数语 文档DJ 它的所引数语 为TI的一个概率 就是或者说一个权重 它就是WRJ 也就是说 这个表格所表示的一个内容 那由于数语节点相互独立 根据条件独立性 我们知道 如果 TJ它是属于K的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TJ 它是属于我们的 那个查询的 那个 属于我们查询的 那个 关键词 我们查询的时候 我们在用我们的搜索引擎 去检索的时候 我们会搜入一个美国 搜入一个战争 也就是说这个词 它不仅有一个 它可能有多个 对吧 然后 如果TI 它是属于K的 那么在GivingK的条件下 TI 发生的概率 它就是1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也就是说 它不属于它的话 那这个概率 它就是 直接就是等于 TR它 TR它发生的一个概率的 也就相当于 我们没有 对这个词 做一个检索 对吧 所以这个概率 就是M分之一 所以我们上市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进一步的简化呀 咱们把咱们的上市 给抄下来 对吧 咱们把咱们的上市 给抄下来 咱们的上市 是什么样子呢 是不是就是 不好意思 我也挤不打青汗 这个应该是 TI 它是属于 DJ的 然后 W IJ 然后 P 在Giving K的条件下 TI发生的一个概率 那 根据咱们之前的 知识 咱们知道 如果说 这不是一个条件 这不是一个 那个 相当于 分段函数吗 如果TI 是属于K的话 那这个概率就是1 否则的话 这个概率就是M分之一 那我们代入就可以了 我们说 如果 这个 TI 它是属于 如果说 这个TI 它是属于 DJ 然后咱们要交上一个 K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 所以的文章 对吧 所以 如果是 这种情况下 那后面的这个概率 是不是就是1啊 对吧 所以 咱们就把 所有的这些 属于 这个 K K R的 并且还属于 DJ的 咱们 给它写成这种形式 否则的话 如果它不属于 这个概率的话 那这个概率 是不是就是M分之一啊 咱们就把M分之一写下来 那咱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地方照抄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后面是不是一个 减的形式 对吧 那我们不妨就把它给 写开了 对吧 那咱们就写开 写开完了之后 就是这种形式 两者相减 对吧 两者相减 相减完了之后 咱们是不是可以想着 去合并一下同类像啊 因为 你看 这边 和这边 它们前面的C个码 是不是都是 都是这个 对吧 那 所以 我们直接 就把这 写成这样的了 合并了同类像 那后面这一部分 照抄下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就写出来了 我们计算概率的一个公式 那 你看一下 我们在给定Q的条件下 D 这发生的一个概率 你看这些 是不是 都是我们已知的量了 对吧 这个W是根据表格求出来的 M是根据 数语的数量求出来的 那 我们如果想在求 在GavingQ的条件下 第一发生的概率 那么如何去求呢 这个概率 是不是就是 就是我们 要把第一代入进来 对吧 第一代入进来 我们前面的那个图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样子呢 吧 我们前面那个图 我们是不是要去找 那些所有和第一相关的那些数语 对吧 那我们就不妨去找一下 所有的和第一相关的一些数语 和第一这个文档相关的一些数语 看一下 和第一文档相关的一些数语 是不是就T1 T3和T4对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给写下来 T1 这个是T3 这个是T4 那这个概率 咱们根据那个表格 就这样写了下来 那后面的这些 就是不相关的那些 对吧 不相关的那些 咱们同样的也可以把它给 照着去写下来 是吧 后面就是属于这个的概率 那照着就 同样的把它给写了下来 写了下来 最终求得的概率就是 0.2267 那同样的道理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计算出 在GavinQ的条件下 第二发生的概率 以及 在GavinQ的条件下 第三发生的概率 然后分别是0.15和0.3833 咱们比较一下 发现这个第三是要大于 第一大于第二的 所以我们查询节点 Q更接近于文档节点第三 咱们要做一个补充说明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 我们的贝耶斯网络和 普苏贝耶斯这块已经讲完了 我们从贝耶斯网络出发 然后讲到贝耶斯网络的 它一个概念 以及它研究中遇到的挑战 之后我们就从贝耶斯网络的角度 去了解了一下 普苏贝耶斯算法 我们还讲了两个典型的应用 一个就是在工程中的应用 一个就是在文档检索中的应用 那我们最后再做一个补充说明 就是说一下在 贝耶斯研究的这一部分 然后一些相关的一些论文的一些指向吧 大部分贝耶斯网络相关文章 设计工业控制 故障诊断模式识别 数据挖掘等技术和领域 然后贝耶斯网络它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 来自于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叫Friendman 他于1997年提出来的 贝耶斯网络分裂期的一个概念 然后并采用了普苏贝耶斯的方法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2000年他还将 贝耶斯网络与生物学研究中的 基因识别等问题相关联 取得了有益的成果 此外还有来自于微软公司的 Hankerman和美国 马森理工大学的 Love the Burger 他们将贝耶斯方法成为 运用到的数据挖掘和 机器学习等领域 我觉得1997年或者1998年 是特别辉煌的几年 好多就是计算机领域 有奠基性的算法 像SVM 像咱们今天提到的贝耶斯 他们都在这个时候 发展和兴起 让我特别感慨的是 我觉得国内的几家互联网公司 也就是我之前查的 我觉得像阿里 腾讯他们好像也都在98年左右 然后成立和发展的 这是一个特别振奋 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年费 在中国的博士学位论文方面 论文主要集中在 贝耶斯网络与应用科学的结合 如数据挖掘技术 模式识别技术等等 同时还有部分论文 则与生物化学或工程领域的 具体问题相结合 将贝耶斯网络作为一种分析方法 或数据处理工具 应用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然后这是一些 就是代表性的论文吧 比如说数据挖掘和分析领域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 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我特别喜欢看博士毕业论文 因为尤其是中国的博士毕业论文 他们要研究一个问题 可能自己真正研究的问题 就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们为了 博士毕业论文不都100多页吗 多的100多页 150页左右 然后少的也有 大几十页吧 将近100页 将近100页 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 他们想做一个领域的研究 他们就会把这个领域里面 所有的前世今生 前世今生 都分析的特别透彻 所以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大家对一个东西感兴趣 比如说大家可能对NLP感兴趣 很多同学对NLP感兴趣 或者计算机视觉 这些感兴趣的话 看书的话 一般这个书它的 一般首先是它比较旧 其次的话 它不会专业性指向性那么强 像NLP的话 NLP国内是有很多这种 相关的书籍的 然后像很多小的领域 就比如说 贝耶斯 很少有人专门贝耶斯成书一本 但是我们的博士毕业论文 他就会拿这些小的点 然后一写写上 写上100多页 100多页里面就把他的前世今生 整个算法到底怎么提出来的 然后他分为几大部分 然后 谁最先提出来的 最新的方法是什么 它的应用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甚至于怎么用 都会介绍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是给大家一个案例 如果想了解一个领域 在知网上 查找一些关于 博士的毕业论文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就是快速了解一个领域的方法 那这些就是 刚才说的数据挖掘和分析领域 另外是故障诊断领域 还有模式识别领域 决策控制领域 它们都有一些就是代表性的文章 大家自己感兴趣自己课下查一下 那好 这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小的实战 谢谢大家